如果是脱欧的问题令到英镑跌 其实之前反映了 你不信英镑那班之前沽了 今次因为疫情的缘故 又再遭受一次打击 所以我想 如果会否再出现一次大跌浪 我觉得英镑的机会不太高 2016年那次脱欧 大家都猜不到会成功 那次是黑天鹅 今年3月中 疫情大家又是估计不到 先头会影响中国 怎样后来全世界 我们是第二只黑天鹅 如果以黑天鹅计算 其实你看图 每次黑天鹅之后 就有一个V形反弹 如果不幸运 又有黑天鹅 又是视罪界良机 所以如果长远来说 你是打算拿着BNO移民 何不索性现在开始买一个英国物业 买一个物业 我当来楼价不上升 你就收租 当四五年一年 四五年都二十年了 是否比放在银行收英镑 然后你就财息兼收 那些家长 有小孩 我相信年纪 大概五十岁以下的家长 他们很心急要去英国 那家地方的楼价贵一点 那些学生的质素 我们说考试质素 我们不要说 在早更阶层的学生就不好 他们的家长 投放资源多一些 在子女身上 这些小孩 就有机会提醒你子女的同学 所以我觉得 这些钱用在 每一个好一些的地区 在那里就读公立学校 读公立学校 或者如果你是虎爸虎妈 你就会想想 我又想读公立学校 但我又想成绩有什么 你就看看有没有IB学校 也有IB的state school 因为IB通常都是功课多一些 但IB很重要 其实它最重要 就是让小孩更加有创意 社会意识强一点 你分开 读公立学校 和你投资的地方先分开 你投资的地方 我觉得如果这样的话 你就不要在伦敦买楼 纯伦敦买楼 相对回报率是低的 那里可能是3% 但是如果你的钱 我觉得你买两三间 如果是三栋八万 买两三间在曼城 或者是Litz 或者是Bermingham 那些回报率都比较高 就是你清晰它 都可能有7% 如果多一些研究 就有7%的回报 如果是新楼 可能都有5% 6% 那你读书 你就看你自己在哪里居住 那你投资的地方 不一定要你跟他住的地方相等 你甚至可以拿那些钱 来租一些地方 如果什么都不懂 你就找一些大发展商 你买新楼 还有付款时间就慢一点 还有你的资金充裕一点 你可以做这件事 如果不是的话 我觉得你应该了解一下 英国的税收 英国的楼房 英国的楼房的法例 跟香港很相似 所以你不会觉得很陌生 去律师楼各方面都是 的话你应该做多一点准备